日前苹果最新发表的iPhone 12造成了果粉一片骚动 除了有更缤纷多彩的颜色式亮点以外 还有不同大小尺寸可以选择 让很多果粉们都在考虑要不要更换新手机 不过iPhone 12虽然看起来亮眼 却被国外媒体评价成可圈可点优劣各半 图片来源 Mac Rumors 根据Tom Sky指出 iPhone 12最大的缺点就是续航力不足 实测将iPhone 12手机调整至150尼克 每30秒开启兴奋液 直到电池用尽 iPhone 12在5G的状态下 续航力仅8小时25分钟 在4G状态下 则维持小时23分钟 不过在4G环境下的iPhone 11则可维持11小时16分钟 明显输给上一代 不过中阶款的iPhone 12 Pro在5G状态下 续航力为9小时06分钟 4G状态下则为11小时24分钟 则比iPHONE 11 Pro的10小时24分钟更为优异 由于图片来源 Apple Link 今年苹果特别强调5G的概念 却遭外媒Messable批评 直言现在5G网络设备并不发达 资费又高 根本不需要为了5G网络购买iPhone 12 不过各大厂牌手机都陆续推出了5G手机 虽然目前技术尚未成熟 一般民众可能不考虑使用 但这也有可能是苹果未来的策略部署 不过在拍照录影功能上 iPhone 12仍是大获好评 夜拍功能比上一代更厉害 对焦更快 明亮度及细腻度也有显著的提升 另外支援4K60正的HDR影片 可透过杜比世界 体验更丰富的动态范围 普遍来源Apple Link 外媒Wired也直言 如果是iPhone 11用户 可以不需要更换成iPhone 12 因为没有太大的升级价值 如果要买 买对便宜的iPhone 12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手头宽裕 对相机功能比较要求的用户 已购买相机功能最强大的iPhone 12 Pro Max 尽好小编也没什么钱换呜呜呜呜呜 的延伸阅读 来源 Mac Rumors 我现在还能够给大家看